在APEC创业挑战赛当中 获得优胜的台湾队伍 得到了鸿海和天使基金的投资 将前往美国矽谷 参加全球创业竞赛 台湾团队很有信心 这一次可以拿下大奖 2014年APEC创业挑战赛 获胜的台湾新创团队 除了取得鸿海200万美元 以及国发会创业天使基金的投资之外 近期也即将启程 前往美国矽谷 参加全球创业竞赛 对于这一次能够前往美国 参加国际性的竞赛 台湾团队信心满满 感觉还蛮新奇 可以跟各国的团队交手 都让我们感到非常兴奋 因为可以去施法说 美国矽谷的这些团队 到底是如何创业成功的 当然最后也是希望说 我们能够在以赛 能够一举期待得胜 参加这个竞赛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意义是 我们可以跟亚太区 其他的顶尖的团队一起比较 非常感谢这些出了帮忙 其实是我们创业 很重要的推手 台湾新创团队的坚强实力 透过APEC创业挑战赛 站上了国际舞台 为台湾争光 东西财经新闻 综合报导